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秉俊的啦 今天呢 要來拍一個比較特別的影片 最近呢 防疫在家 就會多多的對家裡打掃 不過呢 在近期 我的小米掃地機器人呢 出現了一點問題 這台掃地機器人 大概是我在19年的時候買的 所以使用至今也不過就是兩年 甚至可能不到兩年 但是它 由於過度的使用呢 最近確實 也許是在它的電池上面出了一點問題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更換一下 小米掃地機器人的電池啦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目前的狀況會是怎麼樣吧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呢 它在開始運行之後一段時間 這台小米掃地機器人就會自動的直接整個關機 然後呢 怎麼樣也換不行 一定要把它推回到充電之後那邊 它才有辦法重新過電之後再重新開機 換句話說 它會無預警的斷電 那它就會有可能停在各個角落 最扯的一次是一按開始之後 它才周美兩步路直接給我停下來 而且它的停不是那種閃了黃燈代表它沒電的停止 而是它直接的突然就停止 所以我在想也有可能跟它可能短路或什麼樣有關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台掃地機器人呢 在我家之後它的工作情況是怎麼樣 累計的時間是325個小時 累計的清掃呢 有17km平方 累計的次數呢 有1380次 所以換句話說 在這兩年以內的時間呢 它幾乎是一天會出動2到3次 所以我在想也許是因為我的用量比較大 導致它這個電池耗損的速度也比較快 不論原因為格啦 總之呢 我最後就是在蝦皮上面買了一個附廠的電池 那至於為什麼這個電池要自己換 然後換還要換附廠了呢 其實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 我在之前某一支影片裡面有提到過 就是我的小米掃地機器人呢 我遺失發票了 它不給我保修 我上一次壞呢 也修了3000多塊 上一次的狀況就是 它會發出一個很重很重的燒焦位 那個燒焦位是重到 真的不敢再繼續用下去的 那麼這一次電池的問題 我一次發票 它就是不給我保修 那我就想說 好 那我們就自己來處理吧 好 那我們的第一件事情呢 開箱 附廠電池呢 叫做耐捷 大家在買的時候要記得看一下它的規格 是不是正確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電池啦 那我們需要準備的東西有螺絲起子 把成合取出來 然後把它翻過來 主刷要先拆掉 好 再來呢 我們有幾顆螺絲 要把它卸下來 副刷也要卸下來才可以把它的殼拆開 好 拆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電池了 它這裡有這個白色的拉片 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卸下來 好 拉起來之後呢 它裡面有排線 有點像網路線那樣 一個卡榫按著 應該就可以抽起來了 就這樣 這是我們舊的電池 就有點像網路線 你這樣按著 按著 它就可以起來 換了新的電池 我們先插上它的排線 然後盡可能的把它壓緊一點 然後放進去 這個線稍微把它卡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它這個是5600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顆 這顆原廠的話它是5200 不知道這樣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這個原廠的話 它是5200的在這裡 新的這一顆會稍微大一點點 按照一樣的步驟把它安裝回去 然後讓它去過個電 看它有沒有辦法順利的啟動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換完電池了 我們現在要把它放回充電座 讓它過電 看它能不能開機 同時呢 用手機看一下它的電量 因為這顆電池是新買的 它沒有充過電 可能需要充飽電之後 才有辦法讓它出來測試看看 它馬上就感應到了 充電中 好了 那麼它已經開始充電了 我們現在來用手機來看一下 它的電量的狀況 那它目前的電量呢 顯示是19% 好 那麼它們現在的電量是19%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很適合測試一件事情 在正常情況之下 小米掃機機器人在 知道自己要沒電的時候 它要回來自己充完電之後 再繼續清掃 那我們就順道來測試一下 它是不是有辦法順利的回來 充電座清掃 還是呢 它又會像之前一樣 橫死在街頭 那我們就直接來測試看看吧 開始清掃 電量不足 開始回充 好 那麼我們現在有測試成功啦 因為它剛剛是19%嘛 然後我讓它充了大概一分鐘之後 變成20% 它一出門馬上又沒電要回去了 不過至少我們可以知道 它現在不會直接在外面橫死街頭 那麼等一下呢 我會把它的電全部充滿 然後看一下它沒有辦法 完全的把我的房間 全部都掃除乾淨 好的各位 那麼我們已經測試完了 那麼這一次換電池呢 可以說是相當順利啊 這台掃地機器人其實 在我這邊也出過 這是第二次問題了嘛 所以也才使用了一年半的時間 我自己個人啦還是覺得 欸我原本也算是米粉好不好 小米很多東西我都很喜歡 結果我自己在使用上面 掃地機器人卻遇到了這麼多的問題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 如果說你的掃地機器人呢 有出現一些類似的狀況 它不會自己回充 或者是它掃到一半 它就會自己突然停止 或者是你有發現 它沒有辦法像以前那個樣子 掃完你整家之後 才回去充電 而是它要分的兩次 那我建議可以來換個電池 在淘寶上面購買 小米掃地機器人的電池 其實一顆副廠的大概也是一千塊以內 我認為這是非常划算的 可以徹底的延長它的使用壽命 再包含一些它的零配件 其實掃地機器人還是可以撐滿久的啊 因為畢竟它也是 在這個長時間裡面 都在幫忙維護這個家裡面的清潔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有幫助到各位 如果你遇到相關問題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詢問我 那麼今天就這樣啦 謝謝你們的晚點們 掰掰 今天其實在外面忙了一整天喔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小米掃地機器人 它故障 就是風扇壞掉 在運轉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很可怕的燒焦味 那個燒焦味還真... 真可怕 感覺很像你房子在燒焦一樣 而且它跑到哪 散發出那個燒焦味 一開始一點點 然後後面越來越嚴重 就變成它在運轉的時候呢 你完全沒辦法待在它的附近 你會中毒的那一種 我就決定把它拿去送修 因為畢竟 它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打掃輔助道具 所以就把它拿去送修 結果呢 小米啊 好啊 你啊 不要告我 先不要告我 我還沒搶啊 我在三創買了這隻 小米掃地機器人 結果 我沒有留它的發票 然後我要拿去 他們的原廠送修 不給修 哇 叫我拿發票 叫我拿出貨單 哇 講坦白的買3C產品 你留發票 跟留這些東西呢 都是基本常識 所以我就只好把它 拿到私人的去修 好不好 換風扇2500安 心痛痛的